到我們的現場 頂著小平頭出席自家體雕館開幕活動 41歲的藝人何潤東 今年3月才完成婚姻大事 如今又升格當老闆 近期都忙著和孫力拍攝新劇的他 被問到2016年 有沒有留下什麼遺憾等待完成 他逗趣回應 我大概能猜到你想問什麼 但是因為時間緊迫 現在已經11月多了 一個月可能有一點來不及 因為我後天就要出國了 你知道這種東西不是說你 誒 一說誒 對不是說你一鳴槍 誒開跑就起跑就可以到終點了 對 所以呢那個留到17年吧 所以是準備要生住民族的小雕嗎 嗯 他生出來一定是小雕啦 對如果是男孩子的話 所以2016年的遺憾是還沒有受孕成功 沒有沒有那個是放在我17年的計畫裡面 對 鳳橋體雕館開幕當天 藝人天心閃電在臉書上宣布自己結婚了 多年前曾經和天心一起出席活動的何潤東 聽到消息非常驚訝 但也獻上祝福 天心 喔真的喔 哇那太好了 那我覺得 16年也算是很多的喜事嘛 對那他今天公佈了 然後剛好今天我也是正式開幕 那就是雙喜臨門啊 想講到什麼話想要做 天心啊 我覺得他名字就很好啦 他肯定天天開心啊 然後生出來小雕也是天天開心的 對 對